Hello大家好 欢迎视频这一期的黄刀柱美妆 那今天呢 刀柱在这里要给大家做一个 Sephora的一个开箱视频 这一次Sephora那个8月份 突然搞一个活动 我上次不跟大家说了吗 给大家做一个粉条粉底液 然后气垫粉 还有就是粉柄 以及粉霜的这样一个测试 以前虽然我很喜欢 就这阿玛丽 还有Chanel的那块粉底液 我以前视频有给大家推荐过 试过 可是我想试一些新的嘛 然后这款粉底液呢 很有意思 它是这样子的 一般来说 粉底液都是那种玻璃材质的嘛 但Dior的这一款 它是这种塑料瓶的 非常非常的轻 而且非常的小巧可爱 是不是很cute 这款粉底液呢 它的色号特别特别的多 所以在欧洲很多的专业化妆师 都是喜欢用Dior的这款粉底液 所以说还蛮火的 就是这段时间 所以我想买来给大家试一下 然后它的色号 大概有十几二十种 还是反正好多种颜色 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是OW这个色号 这个色号应该是最白的 它有分什么OW和ON呢 就是natural一点的那种的话 就会偏一点像什么棕色 有点像木头的那种颜色 我觉得不是太喜欢那种 然后这个呢会偏稍微偏白一点 然后比较适合我 它的这种材质呢 上去以后它不会是特别滋润 我觉得还蛮挺干爽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戴妆久了以后会不会拔干呢 但是现在涂上去的话就直接在手上这样涂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就是很很干很清爽 然后没有像其他的像Chanel的那一款的话会比较滋润 甚至于就是Tone Ford的粉条都比它要滋润一些 然后它也没有说就是特别拔干不舒服 就是很干爽 好像薄薄到一层水 今天只是开箱嘛 赶紧我们来测试的时候再来看它的遮瑕啊持久啊 到底喜不喜欢Mark Jacob的眼影盘 这是它的一个特别板吧 就白色的 其实我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今天也用了 看我眼睛上去用的这个盘 当时我去店里试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这个颜色真的好漂亮 我好喜欢 对 它包装其实是很好看 很漂亮的 看 首先从包装来说呢 就很漂亮 薄薄的一层流线型 然后按 这样就打开啦 一层这个遮盖的隔离板 把它取开 以后你会看到这个颜色 咦 这些颜色喜欢吗 它是有点偏粉色系的一个眼影盘 你看这些都淡粉色啊 还有粉橙色 还有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深红一点的颜色 嗯 然后这个是比较淡的 用来打一些打底啊什么的 我今天就用了这个打底 然后加这个 然后再加了这个颜色 这几个颜色 然后这个颜色我也用到了一些 就是在眼线部位吧 然后用到这个颜色的 我觉得还蛮美的 给大家看一下啊 看不看得清楚 嗯 其实我今天妆化的不是很好 因为不要着急 对 我觉得它这个包装很喜欢 但是觉得它这个粉质呢 压得不够紧 有一点点非粉 上色度还蛮强的 就是你用的时候呢 轻轻的上 不要一下子上很多 我上市的时候我感觉比在眼睛上好 上了眼睛上上妆以后呢 我感觉没有在店里的时候 在手上那种感觉好 这三个颜色呢 都是哑光材质的 然后这边呢是带有珠光的 手上对比颜色 然后总体来说呢 这个眼影盘呢 也没有让我失望 我觉得还是蛮喜欢这几个颜色的 然后改天我再试一下其他的搭配 因为我觉得眼影盘就不同颜色搭配出来的妆效 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去点点试试 如果喜欢也可以买 那我又买了一个眼影盘 就是Anastasia家的这个眼影盘 这个包装我还是蛮喜欢的 这种绒绒的包装 它就感觉还蛮舒服的 然后又淡淡的紫色很梦幻 它这盘呢叫做文艺复兴盘 其实跟文艺复兴还是挺有关联的 一个颜色就跟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画啊 什么画家啊或使用的颜料啊做到联系 比方说这个呢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跟肌肤颜色很接近的一个肉色系 这个就是淡彩画的意思 那就是在树五世纪画发明之前呢 淡彩画是主要的一种画法 说简单点就是把色料加水研磨 然后再加上等量的蛋黄乳液调和就可以用来画画了 哇这种古时候的想法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 就很简单粗暴但是很有效 说这个化蛋材化干的特别快 防水能力很强 调出来的颜色呢几个世纪都不会脱落了 再比方说这个颜色吧 这个颜色呢叫做Vermir Vermir这个颜色 Vermir呢是以前的一个画家 说这块颜影色呢也非常好看 这个颜色是一种珠光金粉色 哦我真的好喜欢这个颜色 这些颜色呢我把它放在手上来做一个对比 难怪大家都喜欢它的颜影盘 我觉得它的粉质非常的好 上手以后颜色也非常漂亮 这个是淡粉非常非常肉粉 就是那种baby pink 我很喜欢baby pink 而且它有点点珠光亮光 哦非常漂亮 然后这个呢是有一点点紫色吧 偏紫色紫色深紫色 但是它是一个哑光材质的 然后这个颜色它是一个深棕色 有点棕色吧 然后也是偏哑光 但是它有一点点细微的珠光在里面 你从这个这边是厚涂 这边是薄涂 薄涂就可以看到一点点珠光还是有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紫红色 这个紫红色呢它是哑光材质的 应该画那种文艺复兴时期妆的话 应该是讲的这个颜色搭配出来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搭配出一个妆 应该是很蛮美的 好了好了我又回来了 我女儿刚才在闹 所以是把它红碎了 然后再继续录 刚才我就跟大家已经讲了 这两个眼影盘了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 Lasdecia这一盘 如果你要买喜欢红色系的话 我觉得Lasdecia这盘真的要买 它的粉质特别的细 特别漂亮 Mark Jimbo这一盘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在店里试试 我很喜欢 难道我记错了 它有那个黑色盒子的 就这盘是它这个夏天的一个特别盘嘛 另外有黑色的就是那个正常 就是暗季初的盘 我觉得我改天再去试一下 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盘 我觉得这盘相对而言的话 没有我当时那么经验 让我更加喜欢这一盘 Lasdecia的 如果说你要选一盘的话 就选它好了 还有一个卸妆膏 卸妆膏是这个牌子的 Farmacy啊是这个牌子吗 这是它的品牌吗 应该是吧 前段时间据说 好多地方都断货 大家在网上还要抢 你打折的时候就要抢 打开是这样子 有一个瓶子 好大一罐 就是90毫升 有个Travel Size的 应该是50毫升 我在店里试了它的那个试用妆 我觉得效果蛮好的 因为我试了这个眼影在这儿 我就用线润一涂 它那个油画的特别快 就是一下就融化了嘛 融化了就油状 就把那个妆给融掉了 然后只一擦就非常干净 然后它有一个这样的勺 然后这样打开 味道不怎么样 绿色材质的 很像Line Mad的那个眼霜的颜色 它采用的也全都是一些植物系的成分在里面 非常的温和 蛮想推荐大家去买的 Sephora的生日月送的 店里买的时候呢 我领了一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网上的时候就让我选 网上的时候又让我选 我又选了这个 这个呢 是Bite他们家的这个唇膏里面 有一支口红笔和口红 然后还有一个护唇的吧 应该是 他们家的包装 这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他们这个牌子呢 主打就是天然健康 所以在怀孕期间呢 如果真的要用的话 也可以选用他们家的产品 蛮好看的一个姨妈色 是深红色 现在秋天了嘛 姨妈色又要开始爆红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还蛮合适的 叫这阿玛尼的那款姨妈色的唇彩 就会非常的红 很正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姨妈红 有点哑光材质 出一些 然后这个颜色 哇 一下就断掉了 这个尖 这个地方 怎么一下就断掉了呢 哎呦喂 有这样的颜色 嗯 其实两个颜色很接近 但这个偏豆沙色 偏粉一点 这个偏红一点 也不是特别红 看另外一个 就是生日月送的 这个面膜 有一个面膜在里面 这个东西是跟那个 跟那个粉底液一起用 我现在试用了以后 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莱坞明星都在用的一款 就发光面膜 格莱美发光面膜 效果你看到我的鼻头 看到了吗 这些效果真的好明显 嗯 看这个鼻头 哇塞 这些黑头 看到了吗 出来了 好恐怖 应该效果挺明显的 生日月送的礼物 只有一盒嘛 所以大家很明显咯 这两个选哪一个 这个遮瑕 然后买的小支的 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我发现 Sephora 就是口碑好的产品 都出了小size 其实大家可以去买 你小size 根本就用不完 你说这遮瑕 每次遮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可能用几年都用不完吧 我觉得 用这种小支的 就很好了 还有像这个 我买的是 Carven Ocon的这个 它的一个高光 和它的修容 它的修容非常有名 很多人买嘛 我就觉得修容 也是一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你不用买 特别大的一个盘嘛 对不对 这种小size的我觉得特别好 又省钱是不是 挑那个遮瑕的时候 一定不能雕太白 就是跟你的粉底的颜色 差别不能太大 就接近你粉底的颜色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色号我会写在屏幕下方的那个清单里面 它是这种比较偏液体一点的膏状 很容易上去 特别是眼睛下面这一地方 像CPB的那个遮瑕的话 我用在眼妇 它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干纹 它那种膏状嘛 涂上去很容易干 我就不是很喜欢 TAS的这个修容 因为它是这种 有点像粉底液材质的那种 然后我就涂上去了以后 也没有干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但是它如果涂一些小的瑕疵的地方呢 就感觉是蛮多的 就很难擦开 所以我觉得一些小瑕疵的时候 可能用CPB那样膏状的比较好 但是像眼睛这种 就是面积大一点 又是容易起皱纹的地方的时候呢 我觉得NAS的这个遮瑕 是非常好用的 他们家的产品呢 我也是第一次买 里面有一个是修容 然后还有一个是高光 今天就用到它的修容和高光 我觉得修容非常好 真的一定要买他们的这个修容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蛮好的 今天我就用了 用了它上去以后呢 它不会一下子上很多 就像有些修容粉 因为它那个颜色比你的那个 本身底色要偏深 所以就上去太多以后 就不好融入你的底妆 就看得脏兮兮的不太好 但它加的上去以后 还蛮清清淡淡的 就不会很重 你知道吗 然后就上了 你看我这个鼻翼 这两侧上了以后 就鼻子力挺一些了 然后轻轻一刷就刷开了 这个感觉 旁边这里也打了一点点 他们的这个修容 我觉得蛮好用 然后它的这个高光呢 我觉得一般吧 但我比较喜欢它的 就是它的修容粉 真的很棒 可以去买一个 这些呢 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我所买的东西 很多呢 都是一些口碑 比较好的产品 我觉得很推荐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 我会把我今天买的东西呢 列在下面 但是呢 像粉底衣啊 遮瑕这些的话 一定要去店里 试一下 适合你的肌肤 那今天的分享 就这样子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要在我的屏幕下方 点赞哦 另外如果有什么 需要交流的 可以评论留言 点就是subscribe 上面有个铃铛 你可以点那个铃铛 如果我更新以后呢 就会提醒你 因为我本来是想 每周都录嘛 但是有时候 真的是太忙 没有时间了 希望尽量的抽时间录 然后录好 发上来以后 如果你又点那个铃铛的话 就会提醒你 黄道之美妆更新的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祝你有个好心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